除开PQ2和幻疑温怒这些掌机冷饭这类作品 阿特拉斯最近起来的迷宫设计又很明确了两个方向 特别是在经历了P5R和真女神5之后 这个方向更为清晰 风格也更为独特 一边是P5那种每个角色的专属殿堂 正在把场景打好呼应剧情和世界观 另一边是真女神5那种超大的开放世界 让迷宫本身充满乐趣拉满你的探索体验 我能切实感受到他们针对玩法 针对游戏体验到底做了多大的提升 我也非常期待他们的次代首秀《灵魂骇克尔》 这次我是要在赛博园艺术里面探索 还是害入别人的灵魂在探导航员办的优秀美术呢 于是打开游戏半个小时后 啊~~~~~~~ 咩~~ 哼 哼 哼 四二十五年前的原汁原味啦 哇 我感觉到了全都回来了 那些一跑一分半的无警长狼 宅着多不开怪的拥挤小刀 绕绕的绕边缘它旁用的叉叨口 前后互不相干的浪费射击 以及没有丝毫辨识路的场景 所构成的无聊迷宫 在这游戏里每个都是 每个都是 我甚至 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我看了这地图时的心情 Classic Old School Pro Type No 我觉得它应该是不该存在 它就不该在2022年存在 我不求你每个场景都能做出风格 做得多么精妙前后传统乐趣拉满 但您能不能别连着两三张主线图做得一模一样 来不管你玩过还是没玩过 灵绝这两场景是两张地图吗 是整个游戏两大张十多小时流程里面 你该体验到了两张地图吗 答案是 是 这还真是 这真的是两张不同的地图 也就是你游戏三分之一的主线 抛开灵魂举人这个十多层的究极粪坑 主线的地图设计里居然只有四种风格 一个三十多小时流程的游戏 一个主打迷宫的游戏 你整个迷宫跑下来没一点场景变化不说 居然场景风格的一只手是完 人打遍一小龙虾头就换个第二从清流 变成什么腐败狐 你灵魂骇就给我拿一条河里给人杀绝种了 完成所有地图里唯一的机制就是传送门 双向传送门单向传送门没了这就是所有的机制 什么灵魂骇客你改名叫传送门青春版算了 但这个传送门它又不是那种YHVH宇宙的传送门 给你乱传给老将是传晕的那种 大部分传送门它就传送了两米不到 你从你家厕所打开门传送了你床上的距离 那你传啥玩意儿我客厅少了一集平米里陪我是吧 来看啊我的朋友 这回这看起来绝望吧 嫩多的传送门呢 但你实际进去踩一脚看看 我从这个地方传送到这里 哇野蛮传送看到我看到我大佬升级啊 连拉屎顿坑都是不是左脚踩这儿 然后右脚踩穿门上的才开心啊 另一边单向传送门就突出一个鬼打墙 传错了绕着那大长度重跑一遍 回来再做三选一 它不是那种很难很考你记忆力 考你理解能力的迷宫 是那种你明知道这条路不对 但你必须要去重取必须要把每条路都跑个好几遍都烦然的 跑个一分钟读十多秒的条 跑个一分钟读十多秒的条 诶跑错了又重跑一遍 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PS5的SSD也没啥乱用的游戏 不会做地图不碍事的啊 不懂怎么搞机制不丢人啊 你别不会做直接摆的啊 塞那么多没力的远路和传送门里图啥 可是玩碳之时 为什么不要整个画面塞满你来 说你做的那叫游戏地图 又不是大长节目 都就是屌迷宫我上我也行啊 首先定个主题来选吧 秦始皇林地下轨道港口仓库写字咯 我们在里面选择个细胞分页 然后开始画码 画个三赛的样子差不多得了吧 不过怎么全连在一块又不美观呢 那就每代中间给他拉长一点 每条过道你都得跑大概十多秒 再砍一刀三个传送门吓唬人 稍微收容一下头和尾巴 整个图填满 这不一下游戏时间就翻倍了吗 你就能在这图里面逛一个钟头诶 来嘛 我现在把这迷宫三百块卖给你 你买吗 你巴人看骂我傻逼了 我跟他倒转个一百八十度 哇塞 这居然刚好就是灵魂亥克尔里的一张地图 哇哈哈 现在谁傻逼 现在谁傻逼 甚至在付费DLC里面 付费的首发剧情DLC里面 他的地图是20层一样的楼 让你爬 就这种一模一样的布局 爬个二层完事了 卖DLC卖这份人 相信地图设计一定很喜欢飞飞其二义吧 一定觉得大家都很爱爬神龙来逼大楼吧 本就设计稀烂的地图里 本就摁脱时长的迷宫林利益还不能加速跑 那在用大烟六弯的速度去感受每一个毫无意义的岔路 那些人一眼望到底啥也没有 但为了开地图又必须要去的岔路 我想逃 我不想再跑着迷宫了 他在游等我 就看的是命 因为时间不如会出现你背后追了两三只怪 然后你脸上刷出来一个人形成两面包夹知识的情况 我仿佛 仿佛看到一堆大资老在咚咚咚的向我跑过来 你他妈的 你不能不 你不要 DN灵情啊 在真女神我和屁玩儿都努力调整迷宫节奏的当下 灵魂海克2站出来说 Just fucking Fucking slow it down And Slow it down 然后你就 哈切 止不住啊 玩灵魂海克2的一个礼拜 我们也在晚上睡眠晨浪得到了显著提升 当然你可以加速 玩的游戏中后期能解锁技能 花10点MP去加速而这个加速是根据部署来算的 一般来说加速一次就差不多跑半分钟的样子 然后效果消失再加速效果消失再加速 隔壁 GF在黑白2都知道效果完的问一下要不要补灵魂海克2做不到 你们技术力比10年前的宝可梦还低 更何况说是加速跑单也只是把平时的动画速度加快罢了 本来还算正常的跑步动作突然 突然变鬼出起来了 这是一个连快跑动画都做不出来的游戏 当然地图探索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游戏创新的增加了众魔探索 记得我能把你包里的所有众魔都派出去 他们会捡素材帮你回血 甚至拉提条拉新的众魔入队 理论上来说这让你的探索有了那么一丝的余形 有个还算有意思的奔头 至少你能捡垃圾嘛 当然这些众魔是随机刷的 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至少看起来像随机的 然后这游戏把所有的任务道具 关键物品也一起放在了这些众魔上 这句话到底有多绝望 我不清楚你能不能给得到 我再解释解释 他们把一个有唯一性的关键道具 在没有任何地图标识的情况下 塞到了一堆随机刷新的资源点上 现在朋友行李告诉我 我要去什么地方找东西 我的这件任务在哪里 我要怎么确定哪边的众魔是任务点 你跑迷宫跑麻了的时候 隔了老远看到个众魔 你敢错过他吗 你敢吗 你敢肯定他不是主线目标 你敢肯定他拉的不是关键道具 那些本应真在你探索趣味的自愿点 随机内容变成了半强势的 逼迫你绕路的目标 这个体验就完全不同了 这是在暗这里老大对着你好 你给我跑 把每个岔路都跑一遍 每个众魔都摸一遍 你想做直线好说 把众魔都重跑一遍吗 要跑吗 就现在就在这 重跑一遍那些大长途 我重新去你那传说们这里屯坑 游戏的引导已经递掉了一种 影响你这场游玩的程度了 没事打开游戏 看着那一大堆志向和地图 我还得 我得请想个几分钟 我是谁 我在哪 我来自何处 我去往何方 哪怕你找到了敌人在哪 你等级不够打不够 你想让人以后在哪 那我 那我求求你在地图上给我标一下东西吧 我都找到人在这了 对不起做不到 下次再来吧 下次再重新找一遍吧 当你觉得人生不如意 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 请你不要忘记灵魂骸克2的地图 它连标个点都做不到 如果说跑迷宫的过程是在听摇篮曲 在送我入眠 当我开始做支线的时候 看着那些论金脉的 我连找都找不到的支线时 这个曲子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啊 我还没有去骂它最烂的一部分嘛 更重量集到灵魂矩阵 我觉得也没必要去骂 就光摆出来看看你也懂了呀 这就很明显是AI做图啊 我觉得这很酷嘛 我觉得这太酷了 也很符合游戏的主题嘛 灵魂骸克2的迷宫射几 和初来的性惊艳养 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没有的东西了 我宁愿去皮革2区 世界术迷宫里面 一边跑一边做笔记 亲手画地图 去宰个龙陷阱 这样还有意思一点 那些复杂的一层套一层的 阴间的迷宫 会让我血压高 会让我很烦 早在通关后 也会有极强的成就感 能让我确实意识到 做得好 有奖励做法 有惩罚 而灵魂骸克2 只会让我感叹 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 只是想苦 每晚都能感受 这不是我的时间 这个迷宫 没有去卫星 没有探索体验 没有关卡设计 没有反馈 只有无尽的 suffer 以及 灵魂的屁股 他们确认很懂游戏的卖点 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还能是什么 可不就是灵魂和黑泽同事嘛 所以也想方设法 来各种榨取人生的 剩余价值 比如说 让黑泽怪叫 让灵魂做很多色色的小动作 嗯 基本上来说呢 我大部分时间 都在看灵魂的屁股 这个屁股你要看它将近30个小时 甚至游戏的默认视角 默认布局里面 整个画面左边三分之一 就是它的屁股 里面三分之一就是黑压压的地图 而这个看似很鬼的布局 其实影响不了力的跑图体验 我50%时间在看屁股 50%时间在想办法绕开敌人 但百分之百的时间 我都在看着地图 等它点亮的那一瞬间 马上转头走人 基于这个跑图体验呢 我建议您改名为屁股骇客 但奇了怪的是 这个屁股 你不能改 你不能在迷宫里换衣服 你只能进入战斗后 才能看到自己花钱买的DLC Why 你们早在十多年前就解决了问题 怎么自知在手术上 还成的技术难题 不能吧 哥 你卖衣服 都准人穿 卖人设 不准玩家设 哇 散灾啊 灵魂骇客 重新定义 般若波罗蜜豆心筋 设计的空 空几着设计的意思就是 买的衣服等于没买 没买衣服上的MOD就等于买了 而游戏的另一大核心内容战斗 阿塔拉斯搞了十多年的战斗系统 理论上来说 不可能会崩的战斗系统 在本作中也崩了 因为设计更改了本作的战斗 与其说是和恶魔召唤是没啥关系 不如说是毫不相干 反而是更像PQ 每一个人绑定一只作魔 只能使用这个作魔的技能 每回合只能换一个人的作魔 或者每四回合能调整一次 整个队伍的所有作魔 就满屏幕形满几个大字 都什么连带的 还在传统恶魔召唤 现在都新盖版佩洛莎了 同时他删掉了one war 删掉了众魔对话 只能让你打弱点的收益 从多了一个行动点 变成了多一Coe 理论上来说 这么一改应该更简单 才对你每回合能打一个稳定伤害嘛 但实际上因为boss的性能 没有跟人往下调 游戏的策略面全马 打boss的纯纯做大佬 往下顺序得当了 我能在一回合里面补充所有的状态 还能打个弱点保证输出 相当灵活的调整队伍面对具体的情况 但现在我做不到 因为我只能动四下 要么打弱点等死 要么上一回合buff 看着敌人继续磨血条 不仅如此 敌方boss还极其喜欢带群体异常状态 而且附着率非常高 经常你这边还在试错 敌人一个技能下来 你就有两个队友异常 全部完蛋 你说你下回合怎么办 调整状态 调不调的过来 不说下回合继续给你上一场 满 人随便打你一枪半血 你拿什么满 玩到后期 你能看到一些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配置 什么四个敌人 每回合加速一次动五下 然后打你四下 瞄你一个队友 给你全队套一层异常 在回合结束时 还能固定上个魔反盾 还有什么 一个技能能消除你所有的buff 再给你抵一buff套满 平时能打三百多的伤害 一下变成八十 八十 完事 他还能补个蓄力 就赖得我 就赖得我老可痛啊 哪有你这种 砍玩家技能 不砍boss技能的 同样的配置 我在真女神5里面 在P5R里面 我能随便处理 但是灵魂埃克2 我做不到 那美琪明月叫简化系统 便于信任入坑 实际上一刀把你腿砍 全力想打骚骚的 完全打不出来 整个战斗系统 突出一个极致滚血球 哪边有优势 哪边的优势 就会越滚越大 队伍配置出一点问题 倒了个人 你基本可以考虑重开了 因为你拉不起来这个人 你也调不过来这个队伍 这个战斗 无聊 将一演出稀烂 玩法在灵魂埃克2里 却显得那么的无所适从 前两天还看有人说 哎呀 你是不是没玩过 阿特拉斯老游戏 这不爽吗 还会骂现在的玩家怎么回事 那您 那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往事只能回味 2022年了 你都拿25G手机上网了 怎么老子里面想了 还是小灵通那会儿的游戏设计呢 整个游戏的设计 嗡嗡嗡开到车 一脚油门到位十几年前 不如说十多年前的游戏 还比你这个有意思啊 迷宫没有设计摁摆了 还按着你脑袋平时 搞个简化版战斗 几种玩家直呼做打牢 从头到尾 每一个地方都在彰显了 灵魂埃克2到底有多不上气 全方位开到车 但偏偏 剧情这块他又想搞创新 开发者在访谈时亲口说到 因为前作是当时的开发人员 根据当时的想法所创作的作品 所以25年后的续作呢 就不应该抱有一样的想法去魔法 这样做出来的游戏 也不会有原作的灵魂 这个观点我是认可的 恶魔召唤是灵魂埃克 的确有着相当浓厚的时代滤镜 当时对科技的认知 放到现在来说的确有点局限 想得过于悲观啊 毕竟前作说的 都还是什么网络害死人啊 不啦不啦不啦 你看我们现在在用网络干嘛 在上网看马托笨呢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所谓的创新 就能丢掉前作而泪和 套个他的皮 去讲一个更俗套的故事啊 如果说前作里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 在面对新科技时 所引起的人性考量 就由社会风气宣示了 一种对科技进步的畏惧 对未来发展的迷茫 那么在本作中 由于主视角从人类变成了 高智能AI 也就让故事的主基调 变成了观测人类 从AI的视角去看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但他又不是什么 高能AI大条件和我的欢乐日常 从生之我把AI取回家当老婆 但他完全不懂恋爱是什么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些AI一点都不像AI 他们性格过于鲜明 没有一点AI该有的那种 穆勒斯老金的味 他甚至去麻烦别人 还是要带个果来 不比主角团 这几个人会做人多了 你经常看着看着 忘了他AI的身份 又唐突在小剧场里面 搞些我想学习人类的戏码 大谈特谈AI所引起的失业问题 AI能否理解人心 这种灵异的话题 再又落实不下来 全而虚的 这个画面像什么 像中年男人在饭座上吹逼 国际形式什么 啊图圈缩了 今天复活赛有看头了 什么不拉不拉 这你能谈得名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就是就是 世界名画修马吉亚 也能教会人们什么 才叫真正的心 他丢掉了原作那份 特有的神秘感 对科技与人之间的考量 转而去讨论了一个 非常俗道 非常土的故事 他甚至 甚至不是一个拙恋的模仿 因为他 根本就没想着模仿 他们搞不好觉得自己还能超越 这就越看越不对劲 这个路子我绝对在哪里看过 这不就 原永青台狼和那该死的丑爱吗 什么叫灵魂爱客 这部作品 这个系列想讲述的核心是什么 我看完就没有一点感触 灵魂爱客 是什么 是什么孤岛上的老爷子吗 你说他的剧情有多大问题吧 不至于 就很中规中矩 但是他 没有任何的记忆点 特别是作为一个续作 作为一个IP重击作 他没有干任何续作该做的事 那么最终你得到了什么 你得到了一个完全没用心 打播的战斗 一个无聊到极点 无聊到昏迷的迷宫 一部 没有害客的灵魂爱客 游戏里极度缺乏的反馈 引导 显得制作的老子店 跟只有灵情一样 该想别的地方就开始 哇 老蛋好痛啊 我要长老子啦 不少人说 灵魂爱客2最次也是个 女神异文录5.5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点想太多 这明明就是 女神异文录Q2.5 这就是一部该做人三头生 然后塞长肩上住眠的作品 每天晚上睡不着 没事打开灵魂爱客2 半个小时绝对昏迷 著名的心理学家 鲁薛然曾在论死亡与灵终 提到哀伤的五个阶段 这一理论 从否认到愤怒 到讨价还价到消沉最终接受 在灵魂爱客2中呢 我有幸相当完整的体验了这一过程 初见呢 我否认这是阿特拉斯的手表 我相信他们不可能 在2022年做出这么个游戏 随后我被地图和支线击倒 我愤怒我恨 还真给你们做出来了 再来我讨价还价 我祈求人在战斗中 循着一丝安慰 我祈求人稍微跑快一点 赶紧分快 但是没有意 以后期的boss和地图更笨 于是我开始了消沉 随便了 我没所谓了 最终我选择了接受 我献住了安眠 在梦想里 我突然理解了阿特拉斯 25周年纪念版用意 明明steam版700 才能把所有的DLC全买全 为啥PS玩家花一样的700 却只能得到OSD设定集 因为OSD和设定集 才是游戏的核心与精髓 那些重调的爵士版 比这种灵晴的LED皮草 才是灵魂亥克尔的灵魂 不知突检 LET ME Let ME ruled 绑